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麼回到台中 瘦肉精到底怎麼回事 台中是說有 而且檢驗了22遍 甚至最多的時候 是最低要求的0.0001ppm的 20幾倍 十幾倍都有 台中市政府說我們挑了6種 可能我們研判 最沒爭議的6種拿來公布 中央就說 你為什麼不把22種都公布 而且為什麼會差那麼多 如果倍數差那麼多 表示你的檢驗有問題 中央現在就說 把那個肉拿來 我要檢查 你再檢查一次 台中市政府說好 我檢查 請你派員來 跟我們一起檢查 中央說好 我派人去 另外再找公正第三者 那台中市我們說 那你檢查我是不是 派人去觀摩一下嘛 看你們中央到底 比我們厲害在哪裡 中央說不行 從來沒有我們檢查 地方還能派人來看的 不給你看 但是我們一定會透明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看一下 台中市實案處驗出 台糖冷凍梅花豬肉片 含有瘦肉精西部特羅 引發各界質疑 結果有問題 中央則表示 同皮豬肉沒有驗出瘦肉精 對此台中市府將檢驗的肉片 冷凍包裝送往中央覆驗 衛福部次長王必勝 凌晨也在臉書發文指出五大荒謬 質疑台中市府警衛過程有問題 認為需要等廠商赴宴再公布 才能維持地方政府在食安上的公信力 文章最後再算一句 面對危機的處理 考驗者未來慫心壯志的領導者 到底是人民重要 還是廠商的利益重要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要呼籲 我們一定要站在人民的這一邊 不過盧秀燕在市中會議上 針對此事也首度談話 強硬指出對於外界責問 為何公布那麼快 讓他感到沉默結舌 回擊各界質疑 認為食安的目的是要保護人民 而非廠商 我認為我們檢驗出來的東西 經過反覆的測試都是有出現 所以有多少證據說多少話 而就算不少專家質疑 台中食安實驗室受到污染 衛生局長也再次重申檢驗過程 沒有問題 除了台中市府覆驗外 中央也針對這批樣品再次檢驗 雖然說台中市衛生局的 這一個實驗室是經過 食藥署的認證過 但是我們也擔心說這中間 有沒有說人為的 這一個因素等等 衛福部長表示 如果兩家覆驗結果都驗不出來 可能就是台中實驗室有干擾因素 但如果覆驗的結果都是陽性 就要往前溯源 等待結果出爐 領清真相 賴甄宇 其實你可以看 我真的搞不清楚蔡英文在看守的狀態 怎麼會搞出這樣從中央槓地方 更何況是你槓地方 還是跟民生有相關的議題 其實大家還記得 我拉一個圖片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在最早最早的時候 台中他們就已經堅持 所有的任何的一些外來的事物 包含瘦肉精 都是要領檢出的 這件事情中央明明就很清楚 我就不懂了 你在看守內閣狀態之下 為什麼要去搞這種事情 還是說你們把 現在盧秀燕媽媽市長 現在聲望正高 剛剛好我就直接當頭棒喝打你 是要這樣子嗎 我認為其實長年以來 這七年多以來 政治凌駕專業 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而且是兩任連任的總統的 這樣的狀態之下 為什麼會一直頻繁發生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從中央跟地方相互在槓的狀態 產生的結果是什麼 人民不信任政府 不管今天是地方政府也好 或者是中央 連衛福部都可以這樣出來 直接否定了地方政府的查驗 我就不知道蔡英文 她現在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我來跟大家回溯一下 1979年我們有一個 本米康有事件 2011年有塑化劑事件 2013年有毒澱粉事件 2013年有那橄欖油添加銅液綠素 2014有酥水油 2015有黑心調味料 2019有毒彈 2023年有液彈的危機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講了這麼多年的 我們的源頭管理明白標示 到底做到哪裡去 為什麼今天會有每一個實驗室檢測出來 結果是不一樣的 是不是你們中央定定的標準不一呢 還是說其實你們就是放任 我覺得今天有一件事情 讓人家非常匪夷所思的地方是 檢驗結果出來了嗎 還沒有欸 如果今天還沒有結果出來的時候 我想請問 為什麼經濟部長王美華 他直接說還台塘清白 你這不就是擺明的在護航嗎 是不是擺明的就把我們民生 我們的史安危機 完全不顧呢 我真的看不懂 蔡英文現在在 看守內閣的狀態之下 到底是要給賴清德穿小鞋 還是真的就是直接背離民意 還是說你就是要修理台中市民呢 我真的看不清楚現階段 台中市政府我認為他的做法是對的 任何只要有檢出的問題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地方父母官 負責任的首長 本來就有這個義務 要來告訴所有的市民朋友 該注意的事項 而不是說就像王美華直接說 今天檢驗結果不管是怎麼樣 先還台塘清白 有沒有搞錯 把民生放去哪裡 所以民進黨 你這一次為什麼會去做少數的總統 為什麼你會整個立法院沒有辦法過半 你要去想清楚 人民一定會給你們一個教訓 再繼續這樣呼視民意下去的話 民進黨你有得看 王碧勝說有五點反駁台中市政府 第一個說你既然一包肉有問題 你要不要去趕快檢查你實驗室 有沒有什麼問題 第二個你為什麼差別有差十幾倍的 另外瘦肉金價格很貴 幹嘛划不來去加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台塘加大業大 不可能幹這個事情 另外說進口肉混台灣的豬肉是無機之台 他用五點來反駁 而且他們認為說你太快公佈了 也有人講說等了17天才公佈 叫太快嗎 盧炫說你只顧廠商不考慮人民嗎 人民沒有治的權利嗎 而且他們對食品的檢查是 寧快悟慢 寧緊悟鬆 要堅守食安 另外台中市衛生局對於王碧勝的 五道荒謬是說 我們二十二次都減出瘦肉精 所以中央應該跟我們合作 而不是一起找出問題 而不是找我們的麻煩 另外蔣醫師蔣瑋說也說 台中哪有急著公佈 已經拖了17天了 所以媒體是說王碧勝你還在選舉嗎 你的選戰模式這邊要關了 來 曉昕到底怎麼回事 其實這個王碧勝他的說法很奇怪 因為地方縣市政府去稽查 這是根據我們食安法裡面的規定 它就是地方的主管機關 查到以後按規定就是要公佈 如果你今天驗到了 然後你蓋牌了 然後拼了 那是你整個公務人員違法 而且你無法向人民交代 台中市政府他只知道 他抽查到的這一包有問題 你其他查了那麼多 包含你的溯源如何 台中市政府怎麼知道 那個養豬場又不在台中 那也不就不在他的縣市裡面 所以從台中市政府的角度 他要保護人民的食安 根據法律他就是有抽驗 驗到了就公佈 就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而已 可王碧勝他們卻說 我不只是暗示 我就明示叫你晚一點再公佈 大家可以去想如果晚一點公佈 然後風暴這個越滾越大的話 請問衛福部要負責嗎 請問中央政府要負責嗎 變成是地方政府在蓋牌 這樣子有比較不引起人民的恐慌嗎 所以我認為 王碧勝他這樣的說法 非常的奇怪 所以我常常講 你今天如果你去驗DNA 那你驗到的是你的小孩了 那你還說先不要公佈 回去跟原配討論看看 不行的 你驗出來是你的就是你的 你在講這麼多有什麼意義 所以我會覺得說 驗了 這小孩不是原配生的是吧 對 本來就不是 不是他生的 你還要跟原配討論 你才能決定說 要不要公佈他的身分 沒有 是你的就是你的 我的意思是說 驗出來有就是有 沒有就是沒有 台中市政府從他的角度 不管在人民的食安 或者是他的法律規則上面 都只能這樣 最後我再補充一點說 王碧勝他在 食安法第39條裡面 其實有規定的是 台唐就是向台中市政府 申請赴驗 台中市政府有沒有準備樣本 讓台唐申請赴驗 有 一開始就準備了 結果王碧勝說你肉要給我 法律上不是這樣規定的 所以王碧勝他反而是 帶頭要求地方政府違法的那一個 基本上他這個肉是去年6月生產的 去年6月 我看他是6月 然後就是說可能賣到市場去 台中市政府也去抽 抽到我在想可能是這樣子 台中市我們就講說 我這塊肉是已經切好的肉 現在中央去查的是活的豬 譬如到這個養殖場 是這個活的豬去拿一塊下來 所以那個樣本根本就不一樣了 所以台中市說有沒有可能 就算這個豬原來有 經過活的 然後代謝可能沒有了 我拿那一塊是原來的死豬 所以你整個要看我那塊豬肉 有還是沒有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不管實驗設備怎麼樣 實驗的程序怎麼樣 實驗的儀器精度到怎麼樣 我自己做實驗的結果 我認為說如果沒有 你是檢查不出有的 怎麼會有 有 你可能檢查到說沒有 就是我的精度不過有 有一點點你可能查不出來 沒有這個東西 而且這個東西不是就是 是零檢出的 一點都不能檢出 它只是溥儀 它怎麼檢查出有 那你中央應該朝這個去找 到底問題在哪裡 而不是說台中市 你一定檢查錯了 你的程序一定錯了 你一定是怎樣 這個有問題 那個有問題 這不是很奇怪嗎 休息一下再回來 好 農業部去台塘九個的肉租廠 九個不同的肉租廠去採樣 說採了156件樣本 說沒有瘦肉筋 我們都查了沒有 但是這個樣跟原那個樣本 是不同的樣本 另外10號署要檢查 要地方政府給我 肉給我 但是不准台中市政府派員參與 你給他參與又怎樣 說我們慣例是不讓地方政府來的 但是這個情況很特殊 因為到時候萬一他才有 你同一個肉說沒有 你只要他來看看是你怎麼做的 你都不准他看 這很奇怪 那薛瑞源說地方派員參與 史無前例 但以前有這種狀況嗎 這很特別的狀況 都不能變通嗎 陳建仁說要以科學證據來論述 張化縣衛生局長葉彥博說 依法我們需要及時 彥博就要趕快公布了 我們彥博再反覆的彥博 有 你不能不公布 你不公布的話到時候被人家罵 許淑華是立委對不對 不是南投縣長 對 那是我跟我一起選立委的人 他會嗆你說 唯恐天啊 不亂 要公布檢驗資料 他活在昨天 其實昨天晚上就都公布了 這22次就證實而且公布了 但他沒有走出來沒辦法 就是因為這22次有的做到0.023ppm 所以多了23倍比最低的這個量 我們看一下 台糖安心株瘦肉精風波延燒 也變成台中衛生局跟中央各說各話 今天台中也將啟動複驗 結果明天出爐 但衛福部次長王必勝也提出五大疑點 包含西部特羅來源 跟實驗室是否有瑕疵都是謎 西部特羅屬於異形受體素 在虛母業中可以作為治療用藥 或是飼料添加劑 但按照法律完全禁止 多理專家周明威 卻說在網路上還是買得到 但光50毫克就要2.8萬 這個是環境部所管理的藥品 但虛部性跟人體都是禁藥 所以這個是被判刑的 不可能使用啦 養豬協會強調根本不會有人使用 但沒有卻驗得出來 會是檢驗瑕疵嗎 台中驗了22次 數值從0.001ppm到0.018ppm都有 結果差了數十倍 誤差上算差很大 我們通常的誤差是在5%以內吧 0.002ppm數值極小 專家也建議要更謹慎 我也要建議它的可能存在啊 很多事情不要說有然後看到黑眼就開槍 而是應該說那個把它完整一點 很密一點 我覺得是應該應該是更好吧 那麼說以第三方公正客觀的立場 疑點窮窮 只是現在也正值年前的豬肉銷售高峰期 就怕會影響買氣 應該以科學的證據來論述 我希望各界不要多做預測 然後捕風捉影 反而造成民眾的恐慌 台當初捲入瘦肉金事件 西部透羅哪來 有沒有違法使用害羞 等敷衍結骨出爐才能釐清 像丹麥 好 這個到底怎麼可以老闆你說 我補充一下 這個王必勝 這是一個使用政治語言過度的長官 因為他舉出的那個5個問題 你不能說完全沒有關係 但是是非常周邊 非常peripheral的問題 你明明是在搗蛋 問的這些跟本案無關 尤其是他最可惡的他就是講 他說小事還算了 像這樣大事的危機處理 將來要做國家領導的人 不能有這種做法 你在罵誰 大家一聽就聽懂了 現在又有謠傳說 你現在去驗養豬廠沒有用 因為我也相信台糖大概不會用 這個是有別的原因 現在有人說 這個都吃到肚子裡頭了 還有這些sample都沒有了 但是現在我們的消息就是說 當初他驗出來的打碎 離心 剩下來容易拿出來驗的還有剩 所以就是那個 那個有剩 肉也有剩 對 就要那個就好了 但是我覺得中央不能說 你不能來看 連這個sample要從地方送到中央 我覺得特別嚴格 保全 一路護送 是的 因為你要擔心說 被調包 狸貓換袋子 為什麼這次都沒有人懷疑 這是老公搞進來的 這難道不 因為選舉結束了 對 所以就不懷疑老公 選舉結束了 老公就休閒了 我們宣布老公從此改行規證 但是你這個一路上 原來的有陰謀者也好 不小心者也好 這個sample你要維持 跟當初驗出來是陽性的sample 到中央都一樣 沈道老 為什麼不能中央 跟地方的衛生官員一起驗 是可以的 是本來驗 中央反對 我也覺得 中央反對 不是 我覺得中央 這個就是民進黨政府 這個已經做了八年以後 從上到下 這個慣性 這個惰性 這個惡性 惡性 這個突然不覺得 這個是不可以的 你現在是理 不管是中央還是地方 有顯然對人民來講 是理虧的 理虧的話 你就盡量做了說 平時不做的事情 我現在也要做 讓你們 沒話講了 就叫做悠悠之口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我本來不可以的 現在都可以了 你們這個眼睛來看 要多少人看都沒有問題 要這樣才對 本來就應該這樣 就算平時我地方不來 如果有任何懷疑你就來看 這什麼實驗 也不是什麼秘密 這實驗才有一定的程序 看看就是這個樣子 來 鄭大修 這個事真的很怪 因為聽起來是很簡單 專業的問題 地方怕中央掉包 中央硬要自己黑箱驗 這個滿奇怪的 因為這個用專業來驗 中央地方的衛生局官員一起 這樣問題就沒有爭議 而且我相信他們大概都 就是那幾個學校畢業 所有的訓練就是那些 就那麼簡單嗎 這個豬肉的樣本 是台糖的養豬場嗎 應該是的 而且我覺得 他的問題是說 他說農委會驗的是九處 他說整個台灣各地都有 可是其實台中市政府 檢出來就是台中市而已 那是不是就是說 是在這個台中市政府 這一批裡面 有發生什麼樣子的污染 或者是什麼樣子的遺異 造成說這個肉檢出 我們台灣的豬肉裡面 檢出有瘦肉精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問題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更應該要查清楚 因為這很容易 台中說是菌質 所以不是污染 不是 我是說 是真的內涵 不是 我是說菌質 就是說那隻豬有用到瘦肉精 我們就必須要看說 是不是某一廠裡面的飼料 有含了瘦肉精 而不是說全部整個台糖 或者是所有的豬場裡面 都有瘦肉精 這也是還所有台灣豬一個公道 不管是那個廠用瘦肉精 或是下面包裝廠被污染到 但是問題我就想說 那是去年6月的肉 去年6月的肉 因為它可能批發到不同的市場 然後台中市政府可能去取樣 取到一個是過去的對不對 那個肉還在有效期間範圍之內 也可能拿到以後 不是馬上檢查 還要一批一批一批檢查 你現在拿到的豬 跟6月的肉本來就不是同批 對不對 所以你再怎麼樣都扯來扯去 當然它是發覺有去檢驗 是對的 免得現在還有 你最重要是那一批肉到底怎麼樣 好好把那一批肉檢查 包括老神講的 原來做的 不用離心完了 做出來那個剩下的東西 跟還沒有做過檢查的 200克的豬肉 來檢查這個看有沒有 這個比較 這才是正辦 不知道嗎 我要看 其實分析可能性 我看到王必勝他有寫了五種可能 那個不是次長你要做的事 是我們要做的 評論員分析可能性 狀況一狀況可能怎樣 可能怎樣 你就把問題找出來就好了 對不對 其實你還在分析可能性幹嘛 不需要啦 我現在也沒有要去怪罪的 王必勝這個次長 重點在於發現問題 要解決問題 我就問台中市 他發現了有這個問題 而且反覆檢測以後 確定就是驗出的瘦肉鏡 你要叫他怎麼做 吞下去嗎 可能還是錯了 所以我們不要講 他一定得公佈 不然他的公務員 會有堵執的問題 就餘工他必須公佈 否則他處罰 餘醫師 那我為了幫老百姓把關 我當然要講 媽媽市長就是愛市民 那你做這個事以後 中央不是也跟進去驗了45樣嗎 我問 那中央去驗這45樣 如果驗出其中一個也有的時候 你要怎麼辦 因為44個沒有一個有 所以是假的 你也不公佈嗎 你也一定要公佈 對不對 所以當你驗到了就公佈 那現在台中市政府 跟中央吵起來 我覺得是沒有道理的 中央應該講說 謝謝地方政府 因為查驗本來就是地方政府 查驗就是台灣22縣市的 直轄市地方縣市都一樣 他的這個衛生局 裡面的食安處 怎樣他去做 做完以後他發現了 他會跟中央通報 中央在輔助他以後 全國的檢驗 那後端全國檢驗 如果檢驗之後 確實覺得沒有任何地方有 由中央來跟大家背書 就這麼簡單 台中市政府講說 我驗到了我就公佈 你也不要罵我 我在那邊 那你現在把它搞成是政治問題 一副就是盧軒 你以後要選總統 所以你現在就在那邊亂 這有什麼好亂的 他今天遇到這個問題 我們把它假設 對不起我借賣賣移用 如果是高雄市驗到 高雄市政府不講嗎 所以這個跟哪一個縣市沒有關係 沒有必要把它變成政治問題 中央市這樣說 當然這個事情查到農產品有 這是一件要很小心的事 是因為怕影響到農民的生計 對不對 而且過年要到了 消費者 我知道現在很多消費者 不敢吃豬肉了 怕 但是基本上法律有規定 就是誰在做檢查 誰公佈 法律有規定說 中央市說 你台中市既然發生這 為什麼不跟我商量一下 為什麼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 你就公佈 法律有規定說 發生事就要跟你中央商商量嗎 法律沒有這樣的規定 你如果中央商這樣 以後是不是地方 只要講這些問題 都會來找你中央 你忙死了 我以環保的例子來講 地方環保單位 去機查污染工廠 查到污染 他當然要抓 叫處罰 他要來跟中央商說 那個工廠很重要 是我們外銷中央工廠 你中央是不是也派一個人下來 看看到底那個污染 到底是不是污染 法律沒有這樣的規定 法律規定誰檢查 所有問題 誰就開燈 誰就處罰 誰就公告 法律就是這樣 那以後所有的事情 地方之外的問題 都要跟你中央商量嗎 我告訴你把你中央 忙死累死 而且又沒有效率 續續要再回來 好難聽 你怎麼會進去呢 我來自家 可以告訴你 我選擇 你做些事 還要去哪個不... 你怎麼會進去 你怎麼會進去